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把是狼王圣母人,那我们直接从1号开始介绍吧,好吧,今天头到1吧 是狼王圣母人吗,是吧,好像是 狼王圣母人挺好玩的呀,狼王圣母人因为涉及到一个狼队的战术知道吧 就是狼队会乱搞 哎呦,这卡卡卡卡卡卡 帮帮帮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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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来得安静 没什么好介绍的呀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小伤感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怪怪的 肯定不是因为独自而来吧 肯定是因为其他事情 就怎么说呢 祝大家以后生活愉快吧 好吧 怎么感觉听完摩河卡 做完自我介绍 可能发生了一些 我和弹幕观众都不知道的事情 感觉有瓜吃了 有瓜吃了 每天都自我介绍 确实没什么新意 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 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打法 狼王射梦人的板子 确实是比较坐牢 狼队赢不了的板子 不知道是哪位观众选的 这么想看高雪 我叫邵哲 过了 大家好 昨天最后一把 有点可惜啊 没有配合上 好吧 就还是没能完全藏下去 希望今天能够成功的再操作一局 好吧 过了 狼王射梦人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右下方 真心派对投石 可以搞搞 感谢刚刚那个 刷 小情书的 小虎啊 可以加下这个真心派对投石的这个微信啊 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搞一下这个年度超级粉丝 进一下我们的群 进一下我们的群 好吧 然后那个 别的不多说了啊 给到这个 把我们真心派对的这个群的这个马再放一放 然后给到这个 给到这个五号玩家 大家好 我叫小易 然后我的弱像就是跟狼狼人的配合 对吧 晚上打不出这种配合 白天就发言很撩暴的就就不行 好吧 做做神派我觉得还可以 做狼就还差一点 所以过来训练训练 啊 过来 向生徒老师学习 过来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仲南 啊 刚才想说什么 啊 气候 董哥 今天怎么找 哥 等会你说一下 定下我们今天的基调 好吧 但是定完基调 我们得执行啊 呃 你别到时候你说 哎 四号玩家好人 这个事 我希望不要发生了 好吧 嗯 然后 今天我说了 今天大家都是熟人局 我们就瞎搞 就就说 突出在这个瞎字 而不是突出在这个稿字 好吧 就瞎搞 好吧 到时候我预言家就乱报金水 好吧 过了 嗯 我是大天总啊 就是今天被他临时拉过来上个班 然后我隆重介绍一下C号玩家 然后 呃 将来有可能 我们突突 呃 可以把他弄成一个 呃 半常驻 嘉宾 啊 然后 嗯 拜师宴总共要摆一摆 摆一下 是吧 啊 然后呃 拜师宴摆好以后 我再帮你拉一个IPO的师姐过来 啊 帮你拿个IPO师姐过来 就就就很舒服 嗯 呃 你说今天怎么打 随便的 今天我告诉你 呃 你们弹幕把那个 呃 那个那个酱压药买好了吧 弄好 啊 哈哈 你不要给我看这些东西 这样药药都买好了 反正我们随便操作 哎 战术 没有 你跳起来 你就没有 就是 十一个人 我们有十一个人 我估计你能拉的就是 一 二 三 三位女玩家的票 然后呢 你去劝劝他们 这几个男的 哪个人 哦 除了超白以外 超白你也被他弄过的 相信我 他不敢拿你的 他不敢弄你的 一千两百八十二天的人 他敢弄 啊 你 还有路走的啊 今天 今天这个东西啊 你们把那个加烟药买好啊 干嘛 反正我们今天就乱干了啊 哎 笑 你再笑 赶紧投石 再弄个镜头 就看他这个脸 好吧 过来 这是放狠话环节啊 没什么用 并没什么用 磕到了 磕到了 然后大家好 我是八号玩家猫尔曼 然后大家可以在董某营搜索一下 那个同名猫尔曼 然后每天来的路上跟回去的路上都会直播复盘 我希望我们以后那个头时可以投一个柴尔套餐 因为最近七号玩家是七号玩家之后 我每天右耳真的是 愈发的需要柴尔了 所以到时候可以投柴尔套餐 单只也可以好吧 别人没了 过了 那我们的那个左上角的粉丝群 在群里面可以互动一下 我乐 右上角 好的 右上角 赶紧加下这个粉丝群啊 全是 进去全部都是写真什么的啊 我乱猜的 我不知道 对吧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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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 这个 还要做吗 穿穿穿穿 对吧 然后这个四七啊 七号玩家 天天挑逗四号玩家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最晚要当狼队友 不骗你 我建议你和他的争斗方式 就是掰刀 刀个平安叶出来 这个挺好的 然后其他就没有了 大家玩得开心 我之前过来 就是有人跟我说今天有那个拳击赛 我就过来了 对吧 我想今天应该很精彩 所以过来吃个瓜 感谢夏天的投食 因为夏天以前一直给我投那种零食大礼包 整场玩下来都吃不完 今天正好夏天也在就可以跟他一起分享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实惠了 难得会有这样的机会 很开心 反正今天一定好好发挥 我刚刚想了一下弱点 我的弱点就是我拿个梦魇老师孔队友 这个东西要想想办法 对后来我想我知道原来梦魇可以第一页不孔 那下次第一页就不孔了 其他没什么了 下面给这个新玩家 来过的十一号玩家 给这位帅哥安排发言 我礼拜六 那个就是那个大天统说那个十七号 还有还有还有就梦魇 就是说如果说第一天不开梦的话 那是没有没有前途 知道吧 就算梦到自己的队友 那起码也是飞狼即神 对不对 结果你无开赌 你不能赌张平民凡 那就没有出息了 至于那个七号玩家 单方面的让我败师四号玩家 本来我就是自诩是四号玩家的那个外门弟子 至于正式的败师 跟你有什么关系 需要你中介吗 好不好 对吧 你想蹭蹭饭 跟你没有关系 不会叫你的 还有你说你要打四号 我跟你说在场除了四个女玩家 你看刚刚那个九号也不太想打 他已经穿透你们俩先 同志问了 再加上我 我不由自主地回信 你懂不懂 所以说场上现在已经有六票了 他拿到警惠就是六点五票 你干得过吗 你根本就干不过 懂吧 七号玩家 你不要在这边喧兵夺主 你懂不懂 好吧 其他没有什么了 那肯定要帮我们孙途老师找点场子回来 好啊 然后那个大家关注一下 深度老师直播间 还有少哲老师的 还有那个茉尔曼老师的 好吧 下来没了 过了 有个人进坑了 大家好 我前面听到有一个狼进坑了 我们前面讲的蛮好的 我想今天资料基本上定下来了 但是没想到到你这里开始要掰票了 这个事情挺难的 今天本身又是工作日 我们本身今天开始的晚 所以弹幕我估计也挺累的 对吧 外面又下雨伤害 好吧 其他没什么的 我就希望你那再思考思考 这个话是不是要当众说 对吧 当众说是不是能够弄得动 好吧 其他没了 好吧 我肯定在那边七号晚上的 好吧 过来 好大家把手机传过来 我们就开始了 第一把是狼王射门人 手机啊 来 传一传 这个你听听 你还是拿过来吧 好 锁掉 锁掉 还有谁手机吗 OK 谁啊 雨伤了呀 好 听说今天有拳击赛 我也过来当法官 看看热闹啊 好吧 然后呢 本局版行为狼王射门人 请大家查看一下身份底盘 然后我们那个今天有那个活动啊 所以大家可以收集一下送一下情书 然后完成一下我们的方位亲密度 过一下我们的任务 给我们直播间增加一下热度 然后没有分享我们直播间的兄弟们 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 分享到我们的房管去 然后还有守护去 开始 四万家确认身份 本局版行为狼王射门人 天黑请闭眼 华山论剑 官方职业联赛提醒你 本局版行为狼王射梦 天黑请闭眼 射梦人请睁眼 请给我你要梦游的选手号码 我看到的是这个 射梦人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王请举手示意 请确认今晚要击杀的号码 既然我们判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4、3、2、1 我看到的是这个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夜 该名选手倒牌 就给首饰 读给号码 5、4、3、2、1 我看到的是这个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请给我你要查验选手的号码 向上为好人 狼爪为狼 5、4、3、2、1 她的身份是 预言家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你的技能发动状态是 5、4、3、2、1 猎人请闭眼 所有选手 请整理表情 请想要上井的选手 盖窥举手示意 5、4、3、2、1 天亮了 大家注意啊 一定要到天亮了再摘亏啊 上井的玩家请将号码调制为橙色 上井的玩家有 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 井下玩家12号 根据现场时间随机从 5号玩家老小发言 5号玩家请小发言 4号玩家全准备 我上预言家牌 我也让3号玩家上茶沙牌 然后井辉流的话 验一下11号玩家吧 第一次玩 对吧 也不想第一天摸 你摸出来个茶沙 这个见面里不见 就是第一次玩对吧 不太好看 所以就放第二天验 然后 11 117吧 然后井下就有一张12号玩家 我就不进你验了 因为你是狼 我是拿不到井辉的 对吧 我希望你是个好人 然后听到我的发言 因为我第一个手 注意发言的话 你就给我点容忍度 然后 4号玩家嘛 总观 他只要不站边我 他就是狼 因为他不可能 站错边的 对吧 然后后续 我不希望是三号玩家 原地干把 因为不然的话 他只有一张狼人牌 对吧 我希望是另外一张牌 在起跳 但是我觉得 可能 不太可能 对吧 如果他原地干把的话 我想因为应该会 选择站边我的吧 哦 因为11个人上井 我准确查杀到 你们以为的原家牌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嘛 对吧 就这样了 然后 117 顺眼三号玩家查杀 过来 大家都是统领人 对吧 这个伸头是看过没有 小宇宙 我感觉到从右边 散发出一股小宇宙了 我觉得你这个 就不行不行 你这个现在退水 还有一线生机 不看玩笑 你看一下 我让你看三号玩家 真的不行 你这个退水的话 就是 你看到三号玩家 得意洋洋的感觉 打不过 真打不过的 七茶茶 第一天宴了七号玩家 就是大田同老师 是一只大铁狼 好吧 普大喜闻 喜俊 大田同是一只狼 这个 这个挺好的 挺好 非常好 我也不一定是越言家 对吧 但是这个确实查到了 大田同是一只狼 我可以是越言家的小帮手 总之就是 大田同确实是一只狼 也不一定 有可能是搞搞大田同心态 对不对 为了反击一下 怕他们把我先扛推了 我先打他是狼 如果我像个狼 他不就像个好人吗 这逻辑非常多 很难盘 非常难盘 警惠流 警惠流怎么流 警惠流怎么流 我觉得就是像十二六 这种警惠流是非常好的 十二六 这种警惠流是非常好的 对吧 你看 重男已经 重男已经完全不关心 我是不是越言家 想要一种 搞推的眼神 打我 但是他和十二互动了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潜在的信息 好吧 那再分析一下九度 你现在在我发言的时候退水 可保一条小命 你一会儿你就得跳了 我猎人 我女巫 我中刀了 你这很难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 太难了 你给他点活路 给他点活路好吧 就是不要派身份打他了 你就说你是个好人 他可能是扎身份 这样是最大限度帮助他了 好吧 你念他比较年轻 你不要那个 不要那个好吧 我先替他向你道个歉 好吧 他肯定他这个不是个意思 不是啥 要得我讲的 像慈禧太后一样 不过确实四听着 有一点像脆水 像扎身份的 他对着七号说 应该没有是真的延期 但是呢 现在因为四选择了退水 所以也不存在 就是四号帮五号 补跳的可能性 四号应该就认一个好人 好吧 不能告诉我说 四号帮五号起来跳一下 然后做一下自己身份 先把四号当一个好人 然后四号报七号茶沙的时候 其实我看了 我没有看到特别 这边我是没有看的 我看一下对面 我感觉八号好像对于四号聊 七号是一个狼的时候 非常的不屑 我比较好奇就是 他是给七发茶沙 又不是给你发茶沙 你为什么表情那么的复杂呢 我觉得八号玩家 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好吧 剩下的就再说吧 然后五号玩家 我本来还想说 我再琢磨 就到底五号玩家 发我茶沙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也不会有人指挥 他起来给我发一个茶沙吧 对吧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好像琢磨出来没有什么意义 他反正就是一个狼 他给我一个好人发茶沙 那就第一天把他送走 好吧 如果游人家有茶沙 我就把游人家的茶沙送走 就这样把过了 玩家井上的发言还是很平稳的 但这个平稳的情绪下面 到底蕴藏了什么样的 不太清楚了 有可能是一个火山即将喷发 这个七十斤水 然后验了七号 这个心路历程呢 确实编不出来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晚上为什么验的七 可能是因为 汽尔玩家 这个 这个太像一个望夫使了 对吧 所以可能 可能是控制不住一下 摸两手 可能这个雕塑的质感 比较好 然后看的呢 就是白天上景看的呢 可能是觉得 六号 九号 十一号 十二号 可能 可能啊 我说可能 里边有多狼 我觉得六九十一十二 里边可能有多狼 但是一个发言也没听过 那怎么解决呢 就直接九十一双眼 这个四号玩家 我跟你说 你说这种人 你说这种人 应该怎么拿你做身份 对吧 他明明自己经常不知道 聊什么 就硬聊你 说你是个好人 什么做自己身份 这种我觉得 一点都不行 太像一个好人了 还敢 还敢 当预言家的小助手 给预言家的金水 把茶沙 是吧 挑逗预言家的金水 你说 我今天反正肯定是出五的 你说让他吃毒 我立马就让女巫 让他吃毒 对吧 虽然他是个好人 我觉得毒死他 这个游戏 是可以继续经营下去的 对吧 我觉得是没 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只要说 让四吃毒 对吧 我出完五 我立马就号召女巫 毒死四 然后呢 然后呢 看的是六九十一十二 可能会重点 关注一下他们四个的发言 然后就把我的好兄弟 九号放到第一页 好吧 呃 万一是个金水 就继承一下镇的大桶 好吧 那个十二十一呢 就 就就第二页 啊 这个 其他的不知道要聊什么了 三四两个好人吧 啊 这几日不见 你好像打网上 风流有点变化 现在这么自信的 就你叫女巫 毒几 女巫就毒几了 啊 你说出五就出五了 反正就肯定五把五出掉了 然后你叫女巫 毒 女巫就听你的了 对吧 女巫就一定听你的了 谁是愿员家 反正也无所谓 对吧 你反正就是愿员家了 女巫就肯定听你的 指挥交通了 我觉得你是个汗跳吧 五号玩家不会是个 大身份的吧 我觉得你没有把五号玩家 当回事情啊 好像在你眼里 五号玩家根本消失存在一样的 三号玩家 也没发什么惊天动地眼 你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然后你好像就没有帮他们 没有把五号玩家 当回事情一样的 就在那里指挥交通 女巫说谁 你叫女巫毒谁就毒谁啊 这么厉害的啊 不知道我在听听吧 如果后面没人跳 二五对跳 其实我不是很 知道站边谁 不是很知道站边谁 但如果五退水了 我会一定站边 后主委的那个 愿员家 我觉得二号玩家这个发言 有点怪怪的 好像很自信 也一点没有把五放在眼里 还有什么 其他就没什么了吧 这个七号玩家 说要弄四 对吧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我会 我会那个 其实我也不是很关心 你是好人 还是狗 弄四我觉得 我也不想关心 他是好人 还是狗 但是弄四我觉得 是可以的 出四我是愿意的 其他就没什么了 不是我感觉好久不来 听不懂你们 紧张发言 就好奇怪 五给三发了个杀 四说五肯定不是 三都已经四季待发了 对吧 然后三接了查查 这个发言 也没拍底牌 直接就 糊弄过去了 二号起跳 也没很用力 仿佛这个三接查查 他一点不在乎似的 然后二三同时 对四都有敌意 我就没看懂 防备心这么高的吗 对四号玩家 今天就主题 就是都干四号 反正我不会 先这样动手 干四号的 好不好 他身份我不知道 然后一号发言说 好像前志位 有可能五是诈身份 这个视角 是怎么开出来的 挺奇怪的 听不懂 因为一号 你也觉得三号 表手一般 你跟二号发言一样 那为什么五给三发查查 一定五是诈身份 而不是五是 给狼发了一张杀呢 对吧 这也很奇怪 对吧 其实开拍前 我觉得三号像 是不太 身份不太好的 所以说就很奇怪 听完前面发言 我都 我感觉我在 我让人杀 然后那个八号 一直在看我这边 我让人杀一杀 难道真的前面 有人是诈身份的 你们后面还有动作 真不知道 我感觉如果 正后面有动作 挺奇怪的 前面有很多 像开了视角的 那种发言 好不好 其他没了 我不知道 听听看吧 二五的话 说实话 正常听发言 肯定偏向我 因为二三都没怎么 好好发言 在我视角 我经感里面 就他们的 对四的敌意这么大 我就没看懂 因为四是做低后 只为预面 和包括做高 你三号好人生 对吧 所以说 就我正常 前面两张对点 我大概率会 战五号玩家 没拉过 战鞭啊 二和五啊 比较想战五号玩家 因为五号玩家 他首先是首支位 就是发言的那张牌 整个人的发言状态吧 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有一员家的 那种一声正气的 那相比于五号玩家 我觉得二号玩家呢 缺少一点思考量 因为五号玩家 给三号玩家 发了张茶 杀对吧 那他上来 就给三号玩家 茶茶 那这是一个狼王的板子 你是不是 稍微去盘一下狼杀狼呢 你也没有这个防御 你心里也没有想过 这些事情 但是二号玩家 可能是语言家吗 也有可能的 他整个人的状态 还是很松弛的 在玩那个手串 对吧 这样子还是可以的 而且他整个人 在对话女巫 他说女巫去读 读四号 这个不可能的呀 对七号玩家 怎么可能把 四号玩家给读掉呢 他是要留着 四号玩家慢慢玩的 他不可能的呀 对吧 把他留到最后 他最喜欢的就是 我们把三个狼出掉 留四号玩家 一个人 对吧 让他坐牢 我觉得这是 七号玩家的心理啊 等会我揣摩了一下 对吧 等会让他自己聊 那 暂时的话 站边 还是想站边 五号玩家 我觉得他的力度 更大一点 唯一我觉得 五号玩家 有个小瑕疵 他就是没说 验三号的心路历程 但是我觉得 他没有说 这个点 你二号玩家 应该要打他吧 为什么 验三号呢 你难道 对三号的身份 没有怀疑吗 二号玩家 作为一个寓言家 你的好奇心 有点欠缺 所以在这里呢 我是站边 这个一身正气的 五号玩家 其他就过了 站错了 站错了 这个三肯定是好人 我验了四叉叉 直接宣布这把狼人获胜 二四七十一是四个狼 我开牌就觉得 你们四七是两个狼 井上做身份 四说七是狼 二发七精髓 首先我觉得 二号玩家 不敢发你精髓 我觉得五的查杀发错了 他敢发你精髓 我觉得你俩就是两个狼 井上四号玩家 再做个身份 打打你 好像你俩不见面 我觉得十一是井上 听得最像狼的 什么给你的信息 好像查杀错了 那不是四说的吗 你不肯定把四打死吗 对吧 四第一个告诉你们 二五号玩家 你别乱玩 三是好人 不打四 直到四在你们狼队 就是比较重要 不敢那个 开局不就二狼王吗 我说的 跟我跳预言讲 还要验我 他什么时候会验我 我问一下你们 他要验就第一验验了 跟我一样的好兄弟 要验第一验验 我就在四七里面 我觉得你们俩都是狼 当时 然后井上 我觉得四那个发言 对你 然后包括阿敢发言精神 我觉得更像狼了 当然我可以打错 因为我是觉得 我觉得一是好人 三五一定是 就是五发错了叉叉 四在捣乱 对吧 然后抿得六也行 八呢是 就是 因为我已经觉得 我已经觉得 二四七十一是四个狼王 所以我把你排掉 然后一呢 其实井上 就是开牌 我就抿得他有点像女巫 但现在好像不是女巫 但你应该是好人 我觉得十二应该是女巫 对吧 所以我们就全神起跳 罗打 投四 如果射过阿 直接射阿 如果没有射过阿 就直接投四读阿 然后射下十一 我觉得十一 听感紧张发现是最差的 好吧 你说什么捣乱这个那个的 我觉得 而且你看他自己说的 他说 为什么你们前面能知道有人找身份 那四是第一个说的 他不打四 对吧 说明他跟四认识 没问题吧 然后七确实是乱打的 只是我觉得 首先敏得你们俩下两个狼 其次二号凭什么敢发你精髓 对吧 因为我觉得三五是两个好人 他为什么敢发你精髓 而且我敏得 我觉得二是狼王 那他起来把我一带 对吧 你反正你身份也给不出来了 然后反正 当然他们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会查查四 我验四确实是没人验了 这个讲道理 确实是没有人验了 就一号外来 如果你女朋友在的话 我可能就验你了 对吧 女朋友不在 我觉得万一验你个查查不太好 谢谢 有人退水吗 麻烦问一下 请问 二号五号九号 有没有人退个水啊 我往下退水是吧 好 我就不应该说这句话 因为这样子 我又要重新开始盘了 因为我井上 二五堆跳的时候 我想沾边张五呀 我觉得二三四是三张啊 因为二号人家他发言是什么 四号人家起身发言 他说的是 说的是五号人家你赶紧放手 你放手了之后 你还有一条活路 二号人家说三四是两张好人排 我觉得二号人家四张 越人家应该会盘四号人家在地画 说什么五号人家不是 是起来乱玩的 二号人家不盘 他说三四是两张好人排 直接去盘这一点 我觉得很夸张 五号人家起跳了 但是我觉得他盘的点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你觉得把三号人家放下 在你的视角里 我觉得确实 你是会把三号人家放下 因为三号人家 单点他说我上了 我觉得反正他是好人 我反正没有听到 哪些把三号人家说 我是好人的 我觉得他可以打错我 你起跳 我觉得大概率 上面这九号人家了 因为二号人家 确实对于四的定义太潦草了 而且他打的坑位 我觉得很好 因为你打七其实有点怪 四跟七 我觉得我要再听一听 四跟七的发言 到底有没有 就是做身份的嫌疑 因为四去给七发查查的时候 七号人家反馈 不是那么 像跟四见面 然后十一号人家 反正你打这个点 我觉得很好 是因为十一号人家说 二号跟三号 不育儿童的对四号人家 很有敌意 但二号人家明确说了 三跟四他觉得是好人排 好吗 所以锦上听完身份 第一个听到了三个运言家的发言 然后呢 我换人家退学 我个人觉得 二五对跳 我会沾边五 二九对跳 我会沾边九 就是不沾边二是吧 好 找寻到了自己的方向了 然后听一听后追六七的发言 别都没了 过了 放一下手 让他出去 真的 我告诉你 放一下手 这个人出去 食物链最底蛋一定是他呀 我是你精髓吧 给我发茶沙吧 你把手放掉 你还有好人机会哦 你有好人机会的 就是有一个场景是 我在天堂 我想做个好人 给个机会 行不行 给你了 我给你机会了 一号玩家的视角是说 五可以放手 这个时候二在跳 一的视角 为什么不进到你的视角里面 这么着急啊 就第一话 武汉玩家 能不能放个手 然后放下手了 去了一次哈尔滨 就变小母狼了 东北小母狼 啊 这个人不要吃毒呀 吃毒他说不出任何信息的 白天吃个推 点一点位置 反正你是好人嘛 对吧 他是好人 因为你打我神 不要紧的 因为七八可以 PK的呀 七八可以PK的呀 最后再给你一次 做好人的机会 放一下手 这个人直接弹出去了 这三角关系里边 是不是这个人先出去 无所谓 他自己想出去 又不是我想 但是我点的 点过位置 是点的是 Yeah No.4 反正已经 五号玩家 他说什么就听什么 本局游戏 身份最好的 不是六和十二两张牌吗 对不对 因为毛总 他在寻求你的建议 他显然跟你不认识 十一你们都觉得好人啊 十一十二六 我又是一个 你所谓的精髓 四号玩家录毒死 我守卫 我先把四号玩家录毒死 第一天守的就是四 先给他录毒死 别管我是不是 我跳了 打三号玩家 有点过分了 三号玩家是这样的 你认为四号玩家 在你视角里 你认为四号玩家 好人是可以 但是我们视角里 认为不了四号玩家 是好人 对吧 因为他 这个 这个 各种严肃啊 各种严肃 再一个呢 我认为九号玩家是原家 二号玩家是汉跳 他不会包两个档筒 直接给好人身份 我认为啊 对吧 那肯定是借用一个 好人比较高的身份 去包他另一个档筒 对吧 所以是 大概是这样 嗯 十一号玩家像狼吗 不是很像狼 我觉得 所以九号玩家 我希望你更新一下事业 呃 有没有可能 二五是两个 是有这个可能的吧 也不确定 对吧 因为五号玩家 毕竟起来 大了个身份 他警察还没发言嘛 对吧 警察发文言 七号玩家发言 毕竟他现在是我们阵营的 对吧 也没办法打他 一定是狼人 对吧 你前面反正你认为 十号玩家是战术边 十一号玩家是狼 我觉得视野可能有一点点偏差 稍微改 稍微改一下视野 反正一跟二肯定不能是 不对 一号玩家是狼 只能是二号玩家同伴 因为一号玩家敢调侃 敢调侃二号玩家 对吧 反正一号玩家是狼 就只能是二的同伴 要不就就是好人 对吧 想想还有什么 这人的警会流是啥呀 流了吗 没流 没流警会流 对吧 那你就验一下十号 好吧 十五顺验 对吧 毕竟没发言嘛 那我守卫就帮你留一下 好吧 过了 顶上玩家发言完毕 自爆环节 五四三二一 特殊环节 五四三二一 人在井上的玩家有 二号 九号 请井下选手 带亏闭眼投票 九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投给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当选为警长 昨夜 平安夜 请井上选择翻顺 井左 或井右 八号玩家 请去发言 八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六片好 千万家不知道 因为我不觉得千万家 你说 你说我进谁的视野 我刚才没听过来 我们进十一号玩家 视野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视野定义 跟二十四 觉得很怪 二号玩家 明显说了 三号玩家 四号玩家 都偏好 他是张预言家 他视野里 是不是五号玩家 在前之位 已经发过眼 给井后发了一张 茶沙牌 然后四号玩家说 你赶紧放手 你放手之后 这个五号玩家 还有活的机会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四号玩家 夜里没有被安排起跳 然后后续有人要起跳 然后呢 二号玩家 四张预言家 五号玩家 是一张好人牌 炸对了这个 三号玩家的身份 但是四号玩家 想要后续的那张牌 继续起跳 然后说 五号玩家 你赶紧放手 二号玩家 没有进这个视角 他直接告诉我 三四是两张好人牌 我觉得他不是原家 当然 听一听更新发言了 我觉得这把 听到发言 你觉得十一不像狼吗 因为我觉得 六号玩家偏好 你说十一号玩家 不像狼 我听一听更新发言 反正这轮 信九下四 信二号玩家 下九呀 四九 可能投票 我会更新的 我没觉得千老玩家 一定是上好人牌 因为他说七八PK 我觉得他是好人牌的时候 他能听出 我上好人牌 他就说七八PK 我觉得 听一听 你是不是打错我了 好吧 不要鲁莽啊 那我觉得你的 但他的状态 我觉得他状态偏好 说实话 因为千老玩家 自己是上狼人牌的时候 他是那种 激昂 高亢之中 透露一点凶狠 但是他那个 是好人牌 打人的时候 就是纯激昂 就是那种 一股脑 对 差不多吧 不是我说的 就是一股脑 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好吧 然后你说 你说八号玩家 就是八玩家 第一话 五号玩家 让五号玩家放手 我说 二号 五号 九号 你们谁放个手 我看一下 怎么站边 五号玩家 是我狼队友 我是狼 然后直接放手 疯了 他不知道 我这个位置 起跳了之后 开始站边 在那里影响我的视角 所以你发的这个言 我不能觉得说 你一定是上海牌 只是我觉得 你的状态 听起来更偏向 然后六号玩家 上海牌 就是说 他说他是首位 对吧 他就是首位 我觉得偏好吧 然后反正 紧上一轮 发现听下来 你说一号玩家 比较偏差 因为一号玩家 说五号玩家 给后置位 就是有可能是 诈身份的 就是因为二号玩家 没进我的视角 他很粗略的说 就出我 所以我觉得 一号玩家 去盘这点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前置位 十号玩家 因为我紧上站边九 九号玩家 觉得十号玩家 是站错边了吗 我们就觉得 十号玩家像了 紧下 十二号玩家 反正我这轮 站边九 十二号玩家 我就不拍 我觉得坑位 二号 四号 七号 我不是觉得 十一号 诶 这个坑位 然后 可能再听一听吧 好吧 突然有点这么雷同 是被洗脑了 过了 嗯 前面说的一半 好像把你们狼队的格式都说出来了 富华 要替你先行一步了 对呀 你跟五号玩家是不见面呀 所以是 哦 一二四八 四张啊 哦 嗯 不晓得 不晓得 反正呢 我呢 先保人 保的牌呢 一张 六 一张 十二 一张 十一 一张 三 然后呢 我把这几个数字 哦 还有一张 这张十能不能在 我想想能不能做身份 有 有没有这个嫌疑是 有待于三号玩家 跟五号玩家 发完言以后 我敢不敢 死保 但是你们那个团队已经出来了 一个团队是 去查杀的 他给你 弄了一个东西 是说 你可以放手的 对吧 我反正是他精髓 这个游戏跟我 没什么关系 根本你们团队 打起来的时候 要劝的呀 比如说 九号玩家劝得好 说 哎 帮帮我们 投投一张 嗯 你们觉得那个人 像不像那个狼的那张人 那么 我们就去投了呀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因为我们 自身 在外 我们肯定是 要找一个团队 因为八个人 打四个人 打架人要多呀 才能打起来嘛 对不对呀 对不对 那么你们总共要拉我们 帮你做打手 你要拉我们的呀 说出道理来 为什么我们要帮你 打 比如说 打这个 爱牵刀的 说 欺识一个狼 对不对 你们总共要 说出一个道理来 是不是 我们听他们的道理 发言直起 其实到三行玩家 发完言以后 十二行玩家 做完总结 差不多结束了 好吗 到你这边 真的 我告诉你 到你这边 那个 最后一总结 狼坑就差不多起了 好吗 就给十二行玩家 推票 我们都不要去听别人 最后你们几个人 井上的人 来拉我们 拉拉我们 你们 哎 你已经在放逐阶段 好吗 已经在天上飘了 一下飞机 马上过来接你了 好吗 手位已经跳好了 我们战边酒 肯定是要听 酒的鬼票呀 对吧 十二行玩家 给建议没问题的 你们两个 一定要互打吗 一定有狼吗 我听八号玩家 井下发言 他说 二号玩家 没有盘 五跟三 就是五是 查杀队的 那个不是很正的 逻辑吗 为什么还要打算呢 反正没关系 对吧 我们肯定先投四 再处理二 过几天再说 对吧 反正他说 为什么二号玩家 不是 因为二号玩家 没盘一个白牌 给了一个狼牌 发叉杀 但是他不是冤家 他是诈身份的 起来一个狼 告诉他的队友 说这个不是冤家 是乱操作的 对吧 是可以有这个视角的 所以八号玩家 聊中的这个 很像好人 对吧 反正 一五十 这几个坑位 是没排掉的 不是说里边 一定有 因为我们也有可能 保的人里面有保错 这都是有可当的 对吧 反正站边九 肯定是站边九 九号玩家 在井上说 二四七十一 是四个狼 他是狼人 简直太屌了 对吧 反正二号玩家 井上指挥交通 就是写两个字 四个字 写脑门上 我是狼枪 对吧 四个字写脑门上 我是狼枪 对吧 你指挥 你那么 你拿冤家 从来都是微微索索 哎呀 我觉得谁是 狼人 谁像好人 这把怎么突然间站起来了呢 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别的没有了 井下 跟井上发言差不多呀 没有什么可更新的 好吧 无非就是 十跟十一 我觉得井上的 十一号玩家发言 不像开视角 像是闭眼视角 所以觉得 十一号玩家 不是很像狼 但是他也可以是狼人 什么什么隐藏视角 都有可能 对吧 但是我没觉得很像吧 反正因为十号玩家 说战编五号 又不去打三号 所以你在井上发言 我是没排掉水的 好吧 别的没了 大概就这些 过了 我觉得六号玩家 你那 手位肯定是跳错了 对吧 我不知道十号玩家 是不是狼 因为 他其实 因为生徒嘛 他在那个位置 知道我底牌 不是医院家 叫我退水 可以的 换一个人 我都一定 当他是张狼人牌打 因为他怎么知道 我是假身份的呢 对吧 井上他说 你现在退水 你还有一条火路 那为什么 我就不能是汗票呢 为什么我不能是医院家呢 对吧 所以四号玩家 其实他有好人面的 对吧 他的好人面就是在于 他叫我退水 想留我一条小命 对吧 但是呢 二号玩家 其实你在那个位置 其实是欠缺 寻言家思考量的 首先我在这个位置 起跳发 三号玩家查杀 四号玩家叫我退水 有没有可能 我发到钢板了 所以他叫我 赶紧退水 自保一命 对吧 然后他起来 补跳 然后他又退水了 你的思考 你好像 没有四号玩家 你觉得三四都是好人 那有没有可能 我开局就前 我就说了 狼人可以打操作 可以打配合的 那有没有可能 狼查杀狼 有没有可能 你的思考量都没有的 而且狼王的板子 可以 大狼查杀小狼的呀 对吧 或者小狼查杀大狼 小狼退水也可以的 所以 对吧 所以 我觉得你 锦商发现 就是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预言家的思考量 但是呢 我也不排除 九号玩家 是 汗跳 对吧 因为 开局前 七号玩家 对四号玩家 敌意就非常大了 十二号玩家 总结说 诶 明明我们要搞 四号玩家的 诶 十一号玩家 你为什么 凹龙头呢 对吧 说不定 九号玩家 就借着这个 七号玩家 就是想要搞四 也有可能的 秋玩家 你也要考虑一下的 而且我觉得 七星打八 就打得很莫名的 我觉得八向好人呀 所以 二的这个精髓嘛 又发言 不是很灵光 唉 怎么搞呢 也 自己用力吧 好吧 这 其实我听了 我觉得一向朗的 我觉得一向朗 因为一号玩家 在那个视角 他是明确觉得 我会退水的 而不是说 我是一张 汉挑或者是 预演家 三号玩家 也没有发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言 对吧 所以 就一进视角 他是首位 他主要是跟我说 他是首位 说明他认为 我是好人 对不对 是 对吧 你总不能跟我说 你是女巫 我还相信你是女巫了 对不对 所以他 其实六号玩家 心里知道 我是好人的 就是少哲这把 要坑死我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吧 这也行 少哲这要发言不好 把我投了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好吧 但是女巫必须得赌久 不赌久的话 那就 那狼王活着 就打不了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 为什么 首先啊 你给三发查查 你等于是给自己 在发查验 那 那 那你不想活了吗 你是汉挑狼 不合理啊 对不合理 三号玩家又发言了 所以这信息太多 这个就是 你让我认三号玩家 是一个狼 我也认不了呀 对不对 所以三号玩家 是一个好 一号玩家 肯定是个好人 因为首先 二号玩家 是个预言家 一号玩家 发言是什么呢 如果一号玩家 是个狼 就是个冲锋狼嘛 冲锋狼 不是冲锋小狼吗 就是冲锋狼王 不是呀 一号玩家 肯定不是 就是一号玩家 还认为你要 就没有必要者 一号玩家 显然是接二发言的 一个好人 二号玩家 是个预言家 这个只能帮你们 盘到这个逻辑了 好吧 至于其他 未知身份很多 我感觉啊 我想想看最后 投这个 九号玩家 有几票 一票 所谓 五号玩家 可以争取一下 两票 如果我们有 五到六票就稳了 还需要后面的玩家 明辨是非 我也不知道 三号玩家 能占谁 对不对 少哲的这个 少哲你就 反正死的时候 我不是你 你打一个四进四 打错了 我去死 对吧 可这很爽 你就打四个 你铁牢 礼拜六 你铁牢 你就比如说 这个意思 李拜六一笑 我好人 你打我铁牢 把他投死 这很好 有我替少哲都敌 你们就 少哲你就打个四进四 不要五进四了 因为五进四 成功了 也没法做素材 四进四 我早知道了 这个 善的狼同伴人 善刚刚说是 二四七三个狼 上头了 大天童 大天童老师 上头了 我是一个好人 他不信你 我跟你说 主要问题是 大天童不信你 谁让你去验他的 我都给他发茶 杀了你去验他 没办法了 我救不了别人了 好吧 我只能救一下 救一下 我救的人已经很多了 我不能再救了 就这样了 过 你要么验一下七 好 因为四警商是给七发过茶沙的 然后我只是在想 七十他们同伴 他有必要警商 对啊 他警商第一个发现 他不是给你发过茶沙吗 七十他们同伴 有必要吗 而且四刚才不是有点一次聊爆吗 说你一定是一个好人 他是你的预言家的精水 你不需要讲你个话 就如果七真是一个好人 我不说 现在七号是觉得八号偏向狼一点点 八号你可以进一个摇水位吧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就如果七十狼 那八肯定排了嘛 对吧 那七是好人的话 八号再数多吧 我也没听懂 我好像刚才没有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给我发茶沙 我想下去就变成那个了 就聊一些好像是 有一些聊一些有的没的了 对吧 因为确实 但是我是会往那个 人性险恶的地方去想的 所以 等会再说吧 这跳首位的肯定是好人 这板子又没有首位排 对吧 跳首位的好人 然后 好像都说十二号是一个好人 那十二号就是一个好人 我先排两个嘛 实际上是说战编舞的 然后 就假如说五号不是四号的同伴啊 那十号就不是一个了 我是觉得 因为 如果是 因为 这是狼起跳 石是狼 它是明确知道谁是乐远家的 它是应该会帮乐远家 它是应该会帮自己的汉跳狼同伴去冲 我觉得 对吧 而不是会选择帮一个 就是不是 就根本就什么都不是的一张牌 不过二跟五都是狼 那二号还要跳干什么呢 对吧 所以可能五号还真的不是狼吧 好吧 我只是心里没放下而已 就这样吧 我投一下四号 然后我希望九号验一下七号 过了 你死了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说了你井上调戏了我的金水 你就可以去死啊 谁让你说 你要当愿家的小助手 要给愿家金水发茶茶 那我是觉得你们的站边 有听发言吗 九号玩家井上说二四七 有可能是三个狼 这不是了爆吗 四号玩家是一个狼 这是他晚上咽的已知的狼 四井上先给七发了茶茶 我给七发了金水 他第一 他听完前之位所有的发言 他第一视角里 想的是七是狼 这不是狼吗 他是一个预言家 二四是两个狼 七还能成为二四的狼同伴 你们拿预言家 你们坐在九那个位置 听完二和四的发言 会第一视角认为七是狼吗 这不是了爆吗 然后你们觉得我不是预言家 是因为我从来没聊过五号 我觉得 他不是一个跟我喊跳的 所以我没聊的 我竟然聊了三 我说三号玩家呢 就是你先稳定一下 对吧 我警上的发言是三号玩家 你先稳定一下 然后我觉得后置位警上 我看的向狼 那是六号九号 十一号十二号 我甚至连警下的十二号 都打到了 对吧 然后一号玩家呢 其实我是没放掉一的 因为警上五是一个诈之分 我是没有聊的 但是他的发言呢 是有可能漏视角的 一说我眼里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把五放在眼里 首先我那个时候 没有认为五是喊跳 其次就算五号玩家是喊跳 我觉得平三一个人 也能打得过五号 我不需要把五放在眼里 我是一个预言家 为什么要把警上 跟我钢警会的人 放在眼里呢 然后四号玩家呢 你说一是个好人 首先我是没有认准 一一定是好人 然后八号玩家呢 他是一个了爆的狼 首先他说 就是六号玩家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替八元的 八号玩家说什么狼队安排 四什么跳 就是 就是他说 我眼里认为 那个时候认为五是喊跳 为什么四不能是狼 四圈五放手 首先 如果四是一个狼 你们能按得动四号吗 就是你们又不是没有跟四 当过狼队友 你们晚上能不让四跳 你们来跳吗 对吧 其次四圈五放手 在我眼里四五 为什么能是两个 四号玩家跟五帝化 他们晚上安排的战术 就是五给三发钱 四是个狼 还要给五帝化 说你大到钢板了 你放手 这是八号玩家 经常打我的逻辑 他说我没有把四放进 这不是狼吗 其次你想让他跳的是个守卫 这个板子是没有守卫的 八起成第一句 你是好人 你凭什么是好人 在一个Y之位 X排眼里 你想让他跳的是个守卫 你为什么是好人 八起成第一句 又是好人 他有什么关系呢 你跳的是守卫 然后我觉得 需要点四斤四磨 就八九十二十三个 如果四真的是好人 保掉了一号 那就是那个 那就是那个 很多话想说 不知道从何说起 怎么意思呢 我和五号玩家 玩浪亚时间长 还是你和五号玩家 玩浪亚时间长 你的意思是 你是个预言家 你能听出来 五号玩家是汗跳的 我们外众的好人 就听不出来了 我听出来就不行了 我就是视角有问题 你自己现在承认 你说我井上 都没觉得五号玩家 跟你汗跳 所以我随便发发言 没有把五号玩家当对手 那我井上等于听你的发言 把你的心入地层 都说出来了 我还是狼 还在年底 我还是狼放不掉 那五号玩家也问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 你给三发产杂 你应该不是这个状态 如果你是真预言家 或者你是狼 也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是汗跳 而且我真心是听了 二井上发言 我是真的觉得 他没有把你当回事 但是这个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觉得四号玩家 好像对初局这个问题 好像保持着良好的态度 就是我可以提二号玩家 出局的意思 二号玩家呢 好像也没怎么想 就是四号玩家的意思 这个我 还有你 你呢 我不确定是不是 照到底的 你这个人呢 赛前 几地呱啦 赛中唯唯诺诺的 我就没有听 吃二号玩家口中 说出来一句 我反水出事 都没有的 你就是八号玩家 你都没回来 你是狼 在这里六号玩家怎么样 十二好人 好人你都知道的 出四这句话 我就没听你口中说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九号玩家规票 九要是认为四十个狼王 投二我会投二的 九要是投四我就会投四 但是因为我是第一个 听了二四翻译的 我是觉得四号玩家 有一句话说 二号玩家你就点个四进四 然后我替你出去就行了 我这不就这个意思吗 我是有那么一丝丝小担心的 就再听一听吧 反正我个人的意见 首先编 我肯定是在编九的 好吧 至于初二还是初四 我听听九号玩家的意见 至于七号玩家 反正从我的国际上来讲 这个人的心态就是狼 对吧 我要是在七号玩家 就是赛前说的这些话 我听到九发四查 上我管什么 我反水出四呀 我管外周围是什么好人老的 先把四出掉呀 就找不到七号玩家和赛前那种 同步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嗯 二十七不能十三个 你们不能就就这样发发 擦擦擦擦擦擦精髓 不行的 啊 为什么不行呢 啊 我会听九号玩家规票的 再听听我们十二号玩家 大人的意见 啊 过来 我投票给九很简单的呀 前面 第一个发言的五号玩家起跳 我想 哎呦 哇 他 这个这个票怎么投 万一他是汗跳怎么办 对吧 所以我很认真的在听 对吧 听吧 听吧 听到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 感觉好像很 很随便 很随意 也没有 也没有说 好像把五号玩家当回事 那也就算了 关键是 他也没把我当回事情 我就想 二号玩家好像 一点都不要我的票的 我在警察是唯一一个 他 他说我有可能是狼的 他就说了这么 只有 就是他简单几个位置 是我在这个位置里面的 对吧 他也不劝劝我的 说哎呀 你万一是个好人 你要投票给我的 对吧 像五号玩家 他说你是个狼 我拿不到票 你是个好人 请你投票给我 对吧 我还要 我还要想一想了 对吧 二号玩家好像完全不用 劝我的 就是他要不要票 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我当下就把 二号玩家给排掉 我想 那就投给五号玩家 我等会有办法解释的 对吧 二号玩家不要我的票的 反正 对吧 九号玩家起跳 我就想 那挺好的 五九里面分辨 对吧 没有二这个选项了 对吧 然后九号玩家 对着我说 警察的是二号玩家 我觉得你是个女巫 怎么怎么 对吧 然后我们一起 他还发了四号玩家 一个查查 我觉得挺好 对吧 上给九 正好五号玩家也退水了 前之位发言 我觉得四号玩家 就像在任了 我觉得就像在任了 他说二号玩家 你肯定是愿家 然后你就点个四进四 赵泽老师 他是 他是已经准备好去死了 他叫你点四进四 他说五进四都不要 对吧 他就意思说 我们做好准备了 这个事情就这么弄满 也好不过来了 对吧 所以你四进四就随便 随便点吧 所以你点出来四进四是什么 你说八九十二 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被你点进去肯定不对 对吧 然后你 唯一你点了八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对吧 所以这个再看看吧 不行的话 我们也可以选择外楼八 反正大家都说八十了 对吧 是社梦的板子吗 狼王社梦板子吗 万一触到狼王 对吧 弄个八 八肯定不是狼王 对吧 也可以考虑 对吧 好像到我这里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觉得前之位的狼 都发言发的差不多了 对吧 后之位就这样吧 对吧 对吧 我不知道我编战队战不对 反正六肯定是个狼王 我是那张首位 我不管了 你反正跳首位了 这个我没办法了 这个我被前面听了一圈之后 我麻了 我真麻了 因为你要让我去占编九 你景象点二是七十一 七景象没人打吧 几乎没人打吧 七几乎没人打吧 我十一底牌射梦人 我第一天设的三 我说为什么 我景象说我看三不好 五给三发杀的时候 我觉得三向狼 你让我变占你 怎么占 好吐 前之后我听最肥的 就是那张一 他前之后发言 是不是这样开始脚了 他凭什么能知道 前之后有差身份了 那你定五号底牌射狼 还三号底牌射狼 你给我个结论 是不是九号 景象你不也是吗 你也挺搞笑的 八号玩家 你发言跟我的逻辑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我最后忘记说了 二最后点了 叫什么三四四两张好人 他前半段发言都在打四 说四不好 但没有说他是狼 最后补了 我是听到这话 我只不过自己聊的时候 也就两分钟 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说最后那句话 你想法跟我是一样的 好像是前之后 在做身份的那种感觉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你居然能打我是狼 你说七十好人 到景象发言 你要打七了 那你那时候跟他的 你是战九遍的 你觉得是二四七十一 里面有一张好人牌吧 你那时候发言是这样 你景象打的时候 是说七十好人 我是狼 到景象变成七十狼 我身份不知道 八号是你发言吗 是不是 那个六十个什么玩意儿 我不知道 他跳首位的 在板子里没首位 我只能默认 你跟我对跳首位 晚上肯定请你吃射 先请你吃射 至于你是个啥 我不知道 但我景象我也没听 因为你保的钱 周围的持有吧 按七号的那种打法逻辑就是 谁保的谁谁倒霉 对不对 好不好 那我没了 站边 没法站你周围的边 真的没法 我找不到 你把谁点个玩意儿 二四 七十吗 七不是 六十二四六 还有一张呢 我听三五也不是 那就那张一了 一公共玩意儿 那我去梦那张一 十二是站左边的 十二的发言外之位取出 他不是 不是社会梦人们 就另外那张谁呀 还能吃啥了 是不是 没了 我去梦那张一啊 过来 我是女巫 你不要梦一 一是饮水 因为我相信你是个社墨人 所以我跟你说 不要去梦一 我是女巫啊 一是饮水啊 然后跳出来给大家挣个视角 因为我发觉可能 好人要互打嘛 但别 很难战的呀 这个九号玩家 他不留警徽留的 你等我补充一下 你的发言好吗 留个警徽留 至少有点诚意 对吧 就 你不留警徽留 会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 顶下那一张是你最有 然后呢 你觉得你肯定能 让我这个警徽 我连警徽留 我都不想留 你知道会造成很大的 误会的 是吧 那 二号玩家 刚刚那一轮发言 真的挺好的 就 有点重要的 因为五号玩家退水了嘛 那 那在我视野里面就是 那五号玩家给三个茶沙 那 很有可能是 放到钢板上了 才退水了 对吧 后面紧接着 四号玩家 我不知道四号玩家 是什么身份 他起跳了 给七 发了一张茶沙 这个四号玩家身份 就很可疑啊 但是 因为七号玩家的 表情反馈 过于激烈了 以至于这个茶沙 我觉得吃不下去了 然后 就发生了 很奇怪的事情呢 一圈下来 我就觉得 到了九号玩家 后面没人了呀 后面 说好人 那 九号玩家 起跳吗 我 我怀疑啊 九号玩家 你等会可以说服我的 我觉得 我是一个可以说服的人 没问题 特别你九号玩家 说服我 我肯定要听一听的 对吧 你给四发了一张 塔沙的时候 我会怀疑 四号玩家 是不是那张狼王牌啊 对吧 这都是合理的怀疑 相对于来说 可能 二号玩家的队友 我没找到呀 就很奇怪了 那 我就听九号玩家 说吧 我是一张女无牌啊 然后 反正我也不一定能读对了 我跳出来给你们 这个四号 这个四角 一号是个饮水 因为这位 射梦人大人 晚上要去射这个一 我想 我想劝劝他 因为如果 这个一是个狼 他自刀 有工作量的话 他今天 不会是这样子的 对吧 那我想 好人别互打 那主要听九号玩家的 你会留留好 好吗 看看 压力也要差了 好吧 过了 你不能跳牛的 因为我没有分 七号四里面 谁是狼王呀 只能投十一啊 十一肯定是狼呀 我觉得七八里面 现在我确实 没有分得太轻啊 七八里面 这个 七确实状态有点高 然后八 我觉得你 就是站边站得有点快 紧张紧张 说我铁预言家 所以我在想 四十狼王还是二十狼王 但是逻辑上 四是小狼 他就会跳了 所以他应该还是四十狼王 但我觉得十一肯定是狼呀 十一肯定是小狼呀 因为二四里面 开个狼王 十一就是小狼 一不是圣诺人吗 坐在那的 你就被十一 这个表情就骗了 你看啊 我们讲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就是 四号玩家全程说 他的意思就是 六号玩家不是狼 这个听得出来吧 他说六号玩不是狼 二号玩家说 那六肯定是狼 是他们没商量好呀 然后十一是 可能觉得六真是圣母人 所以他起来说 他跳圣母人 但是一肯定是圣母人 圣母人肯定是一呀 对吧 所以头十一啊 就你看他打的是 二号玩家打的是 六八九十二 六八九十二能是四个狼吗 不能 那外置谁是狼呀 四号玩家自己保着 他说三五不是很像狼吧 一是银水吧 然后六是不像狼吧 你没觉得六像狼吧 七是他的金水吧 好可以 八九是两个狼 还有狼呢 八九十二是三个狼 还有一个狼在哪里 你只能打一是自刀狼 但我觉得一是圣母人啊 所以就头十一就行了呀 头十一你读四 然后圣母人射二 因为射完就有可能 直接绝杀刀圣母人呀 只能读圣母人连我呀 到时候 我会验一下七号玩家 就是假设七真是好人 那应该八是那个狼 就紧张是倒勾的 就我查杀的那个四 可能是狼王 对吧 就跟我规则要头十一不就行了吗 你怎么可能认为 十一是圣母人呀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看我查杀了一个 他是觉得我可能是狼枪 要投我 对吧 跟他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说他要弄死六 六号玩家井上 我打二四七十一是四个狼 六号玩家唯一井上 他战变我 他说十一可能不是狼 他要放过十一的 十一第一视角是六铁狼 六没有跳圣母人吧 跳的是守卫吧 你自己说的没有守卫吧 那人家又没跳圣母人 为什么要把六弄死呢 对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二四七十一 就跟我投十一 我去验下七 好吧 我是狼 我肯定就归四 赌二了呀 让你 对吧 好 我归票十一 厌弃 过来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请所有玩家代亏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十一号 所有玩家不要提前试票 提前代亏 好 开始投票 五四三二一 一号投给十一号 二号投给九号 三号投给十一号 四号投给九号 五号投给十一号 六号投给四号 七号投给九号 八号投给十一号 九号投给十一号 十号投给九号 十一号投给十一号 十一号投给十一号 来十一举高 十一号玩家出去 请留意见 他们 他们 这么人 能被投在白天呢 三号你不会真是个狼吧 那这个肯定是个狼了 六投的四是吧 是真知道啊 八是什么 八他还打你啊 那八肯定是个狼啊 这两张一定是啊 不是 他连觉得 女后的独都不能独那张二了 他觉得他骗不到 这场诗了 没盯出来 九号发言 女后的独不去独二 他叫什么人梦谁啊 我还只会那叫 什么人梦谁啊 我那时候在考虑 一底牌 到底是不是自造 因为他那个发言是想 他如果出不了局 我让我去梦 梦那张一 我在考虑晚上 到底是梦六还是梦一 原来是这样 那什么人出来白天 你们那只能靠你这种次了 对吧 这种这种票行出来 说不定他还不是个狼啊 这随便啊 这反正你保险就是把 这个正常人都听得出来 他是 了爆吧 对吧 那我不知道外之位 干嘛还有个混子啊 哈哈哈哈 还有个混子啊 好吧 那十二肯定也是狼 八应该是 七 九都点你八是狼啊 对不对 那就无非就是一和那张三里面 再开一张吧 是不是 五号也点五了是吧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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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是 哦 因为五说六不是首位 他有可能是按跳 还真有可能是他在跟我跳什么人 你本来六那个 因为主要是你六你占了九 你知道吧 不然我就不会跳了 知道吧 那没了啊 行吗 反正你信得下我就行了 好吧 我这个发言正常都定得出来吧 对吧 这个 我聊不出什么东西了 好吧 就这样吧 那 他外之位归一张 跳在白天的一张什么 场上没人跳什么人 会不会是我站错边 他第一反应 就把我先定死为狼人牌 好吧 没了 他还说我为什么去打六 他跳了跟我身份重 我不 他跳首位 我真以为他在跳首位啊 这不是胡扯吗 这个逻辑 好不好 牛逼 身份人第一天都在白天 过了啊 今天结束 事物发动技能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十一号玩家倒排离场 天黑 请闭眼 所有玩家 代亏 天黑 请闭眼 射梦人 请睁眼 请给我你要梦游的选手号码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我看到的是这个 射梦人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请确认今晚要击杀的号码 三 我看到的是这个 四 一 四 二 三 五 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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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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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